包含像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最近不是喊出说补助私利大专生 每年的学费25000块钱 就被在野党批评 这根本是政策买票 行政院长陈建仁在21号的时候 加码了三项配套措施 其中包含高中职学费全免 不过这三项利多 就让教育部有一种好像被突袭的感觉 只回复说正在研议当中 打算以外加的预算方式来进行规划 预估受益人数能达到11万3000人左右 预估明年学度的教育预算 会突破3000亿的整数关卡 而另外的话 最近有一个声音是重启福茂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5月份 外销订单是连久黑的 年减的幅度来到17.6% 经济部甚至认为全年非常难转正 在这个部分 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表示 全世界现在都在洽谈 服务贸易以及货品贸易协定 台湾就更应该要加紧脚步 跟世界主要的国家来洽谈 而其中中国大陆的市场绝对是不能放弃的 两岸的福茂货贸如果能够付谈的话 业界都是举双手赞成 假设如果能牵承对于台湾的就业市场 他认为会是一大的助益 来问问聊天室的大家 你们认为应该要重启跟中国大陆的服贸 还有货贸的谈判吗 针对这个议题 政大的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他就表示应该先放下两岸的政治冲突跟旗舰 以经贸往来搭起两岸沟通的桥梁 台湾经济才有可能在往前往上迈进一大步的空间 而上海东亚所的助理所长包成科就认为说 如果两岸在九二共识的架构里面 无论是服贸甚至是货贸 进一步的重启推升两岸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甚至在经过十年之后 大陆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更上一层楼 谈判中能端出的牛肉也就更多了 而针对柯文哲最近也抛出重启服贸的看法 侯友宜就表示柯文哲以前说的 跟后面做的通常会完全的不一样 侯友宜这几天形容柯文哲的发言 就像烟火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加强打磕的力道 侯友宜就说他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因为看到的现象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要来看到最新的一个民调状况 中广盖洛普公布的2024总统大选的民调 赖清德仍然是排第一位 而侯友宜老三居末 虽然现在蓝营的选情是比较紧张的 但是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还有国民党立委赖世保都强调 在国民党内多数仍然是支持侯友宜来选总统 唯一支持侯友宜 所以不会有外界所说的换侯情况发生 不过在这个部分民调既然是老三的话 那就要急起直追了 当然蓝营的整合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根据这份民调显示 侯友宜的支持度只有17.93% 是跌破了20% 但民调跌落谷底也非全然都是坏事 前立委沈富雄就认为侯友宜要在未来两周展现出7个月 抓10个沉浸心的精神 他说步调要快 出手要狠 而且内容要辣的大战略 中央董事长赵绍康也直言要赶快提出一些石破天津的政策 才能够吸引选民 硬快精神 铁汉精神 侯友宜突袭献身中常会 就是要凝聚蓝营向心力 和董中央的团队整合更不能慢 核心幕僚之一的进办执行长张其强 出任党副秘书长朱立伦强调双方团队要整合成 最强战队 不整合真的来不及 因为根据盖鲁普最新民调显示 侯友宜支持度再轮老三 甚至跌破20% 只剩17.93 而耐人寻味的是 若是促成侯科配 就能以39.6%的支持度 击败赖销配的34.58 但过去侯友宜民调全面领先时 国民党当然有本钱谈蓝白河 现在沦为老三 甚至政党票也出现被民众党超越了趋势 想谈蓝白河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 其实我们也是蛮不解的 尤其在这个民调当中 可能还有把这个侯科配 纳入一个选项当中 而不是刻意的去操作 某某人跟某某人配 好像是要靠别人去拉抬 前立委沈富雄认为 民调跌升到谷底 才有V转的机会 不仅能让党内部分反侯人士归队 也能刺激侯友宜 党庄选战部队陆续整合之后 第一要务就是巩固基本盘 让蓝军全员归队先把民调拉起来 才有蓝白合作的空间 到时候要怎么谈 这就是党中央和候选人 要伤脑筋的 记者彭宜德 蔡品宏 台北三文报道 的确要端出实质的牛肉 才会让选民的眼睛为之一亮 当然蓝营内部的一个整合 也是非常重要的 侯友宜在端午廉假会展开 拜会之旅强化组织战 今天的话会先跟新北市议长 蒋跟黄同台 之后三天接连前往桃园新竹 还有彰化 除了跟桃园市长张善政 还有彰化县长 往美会会一同出席的状况呢 包含像是桃园市议长 邱益胜还有新竹市议长 以及彰化县的议长 都会现身立体 侯友宜之后 也将拜会南投再回宫来北部 以及花东的蓝营执政的县市 全力冲刺组织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